大家好,我們今天來講漢語拼音輸入法大十九課 今天的課題就是加插拼音符號 當你打完中文的時候 你怎麼加插拼音符號在中文字上呢? 現在我們來看看 我們用這幾句字 我是中國人 我要吃中國菜 還有我想看中國電影 打完了,我們就在這幾個字來講 你就可以插拼了這幾個字 然後就去format 這個是在word document出來的 就format Asia layout Phonetic Guide 就是 那你一打完 那出來 它就會自動翻譯了這幾個字出來 那 然後呢 你選擇 center 然後呢 你就選擇 2 那這裡呢 你就選擇 3 12 12 那你選擇 OK 那這個呢 它會立即打了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選擇 那些平音符號出來 那些拼音符號出來 那你也可以選擇 那你選擇 那些拼音符號出來 那你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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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拼音符號出來 中国菜 再做多一次 Format Asian Layout Phonetic Guide Center 2 12 我想看 中国电影 假如你还有问题 你可以 进去 我这个blog 或者email给我 typechineseatlife.com 多谢大家